We're falling for you 愛情轟炸太穿著 迎刊將你令我 6秒一刻 Hello 今次有份參與 這個MV 怎樣覺得 其實今次很開心 因為呢 又可以拍攝MV 因為我們是第一年 第一次在TVB 可以參與這個城市 我覺得是意義非凡 有機會可以唱到一個主題曲 剛才所說的這個MV 我都覺得意義很重大 MV是拍了 有趣的事嗎 剛才看到 你看到MV裡面 我有一個動作 我就是做劍擊的動作 這樣 原來不是這麼簡單 我拍攝的過程 研究過他的動作 看一看 原來因為 刺 刺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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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我拍完的時候 我發覺我只是拍了五分鐘 不斷刺刺 刺刺 這樣 之後 五分鐘之後 我全身濕透 你想想想 我穿T-shirt 都這麼熱的時候 香港運動員 劍擊的 穿著這麼多Gear 穿了一件非常難 我覺得這個體驗 真的很特別 對 至於拍攝MV 我的拍攝那天是龍亭 看到龍亭 帶了一條鞭仔 充滿力 帶了一條龍鬚出來 對 我看到他 我也很有活力 對 你自己在奧運呢 喜歡看什麼 剛才奧運 我 喜歡看籃球 剛才看到你 也是 喜歡看跳水 跳水 排球 我也喜歡 其實想想想跳水 我也很喜歡 對 你講得很對 剛才每年 每次 每一屆 每一屆 水花越來越小 真的沒有水花 又是 越來越少 所以很精彩 看操 我覺得 我喜歡看一些單人項目 因為 其實 其實團隊都很好玩 但 譬如排球 單人項目 那樣是不同的 譬如團隊 他就可能是 整隊一起贏到那個興奮 那單人呢 就要很敲個人的意志力 那兩樣東西是一樣 很不同的運動項目 那所以 其實每一個運動項目 我們都看得很欲緊 其實每一次 每一個項目出現 我們都會坐下 即是不論喜不喜好 我都會很專注去看 真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 每一個奧運項目 每一個奧運的項目 那其實你坐在那裡看 那那些唐術 都會教你怎麼看 是 我都會學到很多東西 這個運動應該怎麼去 怎麼去比拼 評分基準 對 怎麼做好些 譬如單車怎麼有什麼策略 所以這些其實